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以色拉记的第七章一到十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来聆听的话语 愿你是您亲自动工引导 使我们更深刻明白你的心意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风雪顺鸣 阿们 好 在今天的经段当中 我们看到 这个记载就是文士以色拉他带领 第二批的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 好 第一个部分 一到五节是记载 也就是以色拉他的家谱 再来六到十节特别提到说 以色拉带领人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要教导以色列的律法 然后这边大概有可以分成两个小小的主题 第一个是 这是出于上帝亲自的安排 诶 君王动机心意也是这样诶 哇 以色拉为什么可以到耶路撒冷去 因为他受到这君王照顾 诶 他领命 好 去完成 好 然后更有意思是第二节提到 因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 然后再来第二阻止就是从贝鲁装的释放 贝鲁归回是多好的盼望了 在那个痛苦当中 但是如今可以回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的经文 以色拉定制考旧遵行耶路撒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好 如果没有看经文 嗯 定制考旧还蛮不通顺的 定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坚定 地定 好 制就是心愿 心思意念 意志 然后考旧就是要去探索探寻去求问 然后遵行 就是你需要去实践 实行 实用 要去应用 所以 以色拉他先做一个很好的模范 他 立定心智 他有这样的心愿 他就是要来考旧 去了解上帝的话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他也去遵行 好 虽然念起来不顺哦 定制考旧 遵行 叶华律法 但是或许 我们在今天也该花时间 好好想想 我是不是愿意这样做 就是让上帝求这样的恩典说 主啊 帮助我能够定制考旧 来遵行你的律法 然后 除此以外 他自己读 然后 他也将律例点章 教训以色列人 所以 立定心智来研读上帝话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 已经有这样的立定心智 甚至可以说 也是愿意渴慕神的话 所以我们有机会 来一起来思想 那但是 除了这样研读 不要让我们只是头 知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好像哇 就是头重脚轻 而是你可以下定心 下定决心 要来照神话语来行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 然后我们也去教懂别人 或许也是更加有说服力 不要让上帝的话 那些圣经知识 那些背景 就成为让自己觉得自由了不起 千万不要这样 而是我们愿意 能够照神的心意来做 很多时候 如果 好 圣经打开 有需要的时候翻一下 我印象哪个 很讨论 这样来看 这样一定不是定制考究 但是 我们 的确不可否认 圣经当中 有些精卷 真的比较难读 不好读 读不懂 但是我们愿不愿 花时间下功夫 就来读神的话 家会都有查经班 我们愿意来吗 愿意一起来读神的话吗 愿意来研读神的话吗 如果愿意 感谢主 但是读完之后 千万不要只是让我们知识增长 生命没有增长 停留在那里 我们听到也要去行道 求上帝亲自 帮助我们 让我们渴望他的话 然后也能够学习 真的照他的话 也来行我们前来祷告 主上帝 我们向你宣传感恩 当我们今天一起看到 祝你 圣守亲自带领 引导 祢是让他带着百姓 能够 重回 到你的话语当中 这是何等的恩典 在备如归会之后 能够再一次 把你的话语 当成他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就帮助我们 能够立定心志 在你面前 真的能够 定制考究 遵行 耶华律法 能够 教导人 能够真的照你的心意 照你的话语来行 向你身上祈求 祷告 奉旋是名 阿们